以人物记录时代 用故事追溯历史 杜荣的周末一文志 遇见每一个值得记住的光影瞬间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周末一文志 本期我们依旧是讲地铁 上期我们说中国在1969年 有了备账功能的北京地铁一号线 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全球地铁列车最多 建设里程数最长的国家 半个世纪中国的科技发展带动了经济 带动了基础设施的突飞猛进 我想让每一个和我一样生活在海外的华人 都是倍感骄傲 激动不已的 实际上要说起来 全球最早有地铁的国家 就是最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 大英帝国了 那么关于地下铁路的创举是谁想出来的 伦敦当年的地铁 也是因为备战的需要而建设的吗 那么到了今天 伦敦的地铁又发展成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呢 今年是地铁诞生160周年的纪念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就带大家去挖掘关于地铁的历史故事 让我们一起感受神秘的地下轨道 在这一个多世纪以来漫长岁月当中的起伏和变迁 众所周知 工业革命是始于18世纪的英国 当时前所未有的这种工业化 推动了英国整体的蓬勃发展 那英国的首都伦敦呢 就变成了当时世界上的第一特大都市 有个记录说1841年到1851年 十年的时间人口普查有33万移民涌入到了英国伦敦 这占到当时整个城市人口的六分之一 伦敦可以算得上是在19世纪全世界最令人兴奋的一个城市 每个人都想到伦敦去挣钱成为那的一份子 所以到了1850年大伦敦的人口就增加到了250万人 什么概念 咱们现在新西兰的总人口数也才500万 就相当于我们一半的这个国家的人口 好一方面是工业革命带来了人口的兴旺 另一方面呢人口的过度密集 再加上在1832年的时候 当时致命的这个祸乱爆发 流行病肆虐伦敦 也是为了躲避疾病吧 那些富有的商业中产阶级者呢 他们就逐渐的搬到了伦敦西部的郊区去居住 这就带来了一个现象 潮汐式的通勤 伦敦的人呢 每天下午离开这个城市回自己的家里了 然后到了第二天早上再返回到工作岗位上 整个就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发展了 随着瓦特发明的蒸汽机啊 在工业当中的大规模使用 到了1841年 英国人乔治史蒂芬森呢 他就发明了运行第一台蒸汽机车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蒸汽火车 进入到这个火车时代了 那18世纪初的这个蒸汽列车呢 已经在英国运用上面是比较普遍的 像各个大城市之间啊 他们都是靠这个铺设的铁路来进行运输的 也是发展最快的一个国家 但是当时英国议会呢 有一个立法 他们严禁啊 在火车站的周边 要靠近那些市中心的地方 是不让在市中心建火车站的 因为认为会对于城市的建筑 会有大规模的破坏 所以那些车站呢 其实是离城市比较远的 然后室内的交通呢 还靠的是马车 比如大家看那个福尔摩斯探案集里面 福尔摩斯探案的时候 他总是从这个寓所当中 飞奔下到贝克街 然后乘坐这个马车匆匆的离去 很多这样的一个描写 你就知道那个时候 马车是非常的盛行的 在1854年进行了一次 关于通勤的调查 就说到这个伦敦的人口呢 人流呢 从早上8点到晚上的8点 就发现在这12个小时时间里 有20多万的人不停的穿梭在各个街道当中 但这个运输工具呢 居然公共马车是最主要的 有3700多辆马车 运载着3万多名的乘客 进入到这个伦敦的市中心 那这还不算那些坐火车 进入到伦敦的周边 然后再坐马车到市里面的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些有钱的富人嘛 他们还有自己的私家马车 甚至还有当时应运而生的一种 叫做出租马车的行业 有点像我们现在所说的 这个有私家车 或者是坐出租车的这种概念 大家可以想想那样的场景啊 在19世纪初的这个英国伦敦的街上 各种各样的马车 私人的出租的公共的 后来还有一种叫做游轨马车的出现 这些都是运人的 再除了运人的之外 还有运送货物的车 加到一起就出现了一个爆棚式的增长 最高的峰值时期呢 伦敦每天有超过30万辆的马车 马匹们来保证这个城市的运行 所以它带来了两个问题 第一就像我们图上所看到的一样 行人和马车呢 是在当时没有任何交通标志线的道路上混行的 这个拥堵就是一个最大的难题 还有另外一点 大家想这几十万匹的马 他们每天都要排泄啊 一匹马每天要制造15磅到35磅不等的这个粪便 除了粪便之外呢 还有大量的马尿 那这些粪便呢 堆积在道路上远远超过了它的清理速度 所以马粪到后来就已经不只是一个问题了 被伦敦当时的新闻称之为是巨大的一个叫做马粪危机 你想想那个画面 那个味道 我觉得从这些图上看起来都觉得是非常恐怖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伦敦市就组织了交通委员会 他们打算征集方案 哎 要开始想想解决这个交通拥堵的问题 解决这个到处都是这个马尿和马粪的问题了 解决交通问题呢 很多人第一个提出的就是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交通改造 但大家知道改造计划通常都是耗资比较巨大的 你需要大规模的进行拆迁 很麻烦很费钱 而且最主要这和当地这个保留百年古都 古迹的这个宗旨也是相违背的 又是财政上无法支出的这个无底洞 所以各方面看到一块呢都很不现实 那么在这个时候 众多献计献策的热心市民当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人物 他就是查尔斯皮尔逊 他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 上大大学毕业之后呢 做了一名市政律师 所以他的工作的原因呢 每年都要处理很多 因为车辆的拥挤而引发的一些纠纷和事故 所以在1845年的时候 皮尔逊呢 他就出了一本小册子 他在这个册子当中呢 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他想着我们可以把从这个法林顿大街一路向北沿着这个弗莱特河谷 延伸到这个New Road的新大道 在这么一路下来修建一条铁路 这样的话呢 列车就可以从北部和西部的车站运行一直到伦敦的中心了 当然我们知道 他们不是说伦敦有个要求吗 就是城市中心靠近里面的地方 是不能有铁路的这个车站的 所以这个铁路呢 他认为可以做一个玻璃罩子 把它保护起来 形成一个拱廊 这是皮尔逊最初提出的方案 那这个方案呢 当时并没有赢得公众的多少支持 他就想怎么办呢 为了能让火车跑到城里面 他算得上是寝食难安 想各种各样的办法 结果有一天晚上呢 他半夜起来上厕所到卫生间去 就发现这个墙角边上呢 有一个老鼠洞 而且这个洞呢 是一直通到墙外的 有一只老鼠呢 就在洞里面跑进跑出的 老鼠的这个行为 给他带来灵感了 他想啊 如果那个火车进城市 但是不是在路面上跑 而是转到地下行驶 行不行呢 1847年 皮尔逊经过非常缜密的分析 认为让火车入地是一个大胆 但是可行的设想 所以他就毅然的辞去了 自己律师的工作 独自在家 专心的去开始设计 在这个城市里 挖掘地下道 开火车的这个方案了 经过三年的努力 1850年 皮尔逊正式的向这个伦敦市政府 提交了在城市里面 修建地下铁路的建议方案 当时的市政部门和规划者 是保持着一个观望的态度 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还是不容易的 再加上伦敦市政府市议会呢 又是做事非常拖拉的 他们经过了一个马拉松式的验证 到了1854年才正式的认为可以采取 皮尔逊的这个建议方案 所以他们最初呢是批准了六公里长的 大都会的线路 在这个帕丁顿到法林顿街之间 来运行这样的一个地下铁路 最主要的这些经过的这五六个站点呢 都是传统的伦敦商业区 可以把他们有效的连接起来 在修这条路之前呢 全世界没有人见过地下铁路是什么样的 大家都感觉是有这个狐疑的态度 很多媒体就挖苦说 你要真的修这样子的地下铁路 地道会不会塌下来呢 那旅客会不会被火车喷出来的 这个浓烟给堵死之类的 想的都是非常困难的 甚至是泰晤士报呢 提前判了这个地铁死刑 这家大名鼎鼎的报纸当时是确信 伦敦市民当时应该是保友和时任的首相 帕麦斯顿勋爵相同的观点 也就是他们不会乘坐地铁 而民众普遍反映 就算地铁建成了之后 因为它高昂的票价 也有可能是难以运行下去的 再加上大家还认为 地铁运行的空间是在地下 这个是非常肮脏和黑暗的地方 到处都是老鼠 布满了这个水下的管道 而且在这个蒸汽机的运行过程当中 又会是烟雾缭绕的 这和我们说清新的环境里 坐在马车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种急不看好的情况之下 地铁的建设就开始了 1860年随着资金的到位 世界上第一条地铁 在当时的首席工程师 约翰福勒的指导之下开工了 当时的施工队伍多达900人 他们开始在伦敦建地铁 那么修建地铁的过程当中 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 伦敦的民众 最后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来对待地铁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再说 欢迎大家回到中文引文志 我们继续来说说 全球最早的伦敦地铁 是如何建造的 时间来到了1860年3月 伦敦的交通部门 用100万英镑的这个预算 这样的一笔启动资金 开始了地铁的建设工程 大家知道当时 顿购机还没有发明呢 所以地道的绝境方法呢 也是特别的笨拙 他们在帕丁顿站 到国王十字站之间 采用一种叫做 明蛙回田的技术来建造 简单的说呢 也就是先把这些地铁途经的地上的部分的住户呢 你全部要搬迁 不能在那了 然后工人们从地面上面 开始向下挖一条10米宽 6米深的大壕沟 然后呢 用黄砖加固它的这个沟壁 再搭成一个拱形的砖顶 最后进行封顶 然后再把土回田到上面 在地面上再重建道路和房屋 大家想这个耗资是非常巨大的 路面上开开了以后盖 盖了之后再填 那么当时的地铁列车呢 是用这个蒸汽机来牵引着一个物质的列车车厢前进的 所以为了把这个蒸汽机车排出的浓烟给引出地下 他们在建好的隧道当中还要再钻出一个通风口 这种随挖随田的方式 导致了很多的问题 毕竟你要穿越一些地下的气层水层 以及众多的污水管道 所以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特别是施工期间呢 还会造成路面的这种严重的拥堵 当然地铁在挖掘的过程当中 因为这各种各样的问题也遇到了不少的麻烦 比如说在1862年的时候 当地铁挖到了一条河岸的时候 河岸就发生塌方了 因为你毕竟这个深度没有很深嘛 工地就灌进去了两米多深的河水 一片狼藏 脚手架都是横七竖八的泡在水里 如果大家想看这个当时是什么样子的话 像伦敦的贝克街站的地铁 他们有一个专门的纪念壁画 上面就记录了这一幕 幸好从那个以后呢 地铁的修建当中呢 并没有出现什么大的披露 也没有出现任何的这个死人的情况 后来那时间就来到了1863年的1月10号 这一天是要载入到人类交通运输史的史册当中的 因为从伦敦的西北区的帕丁顿 和东区的法林顿之间的这个大都会地铁 终于正式的向公众开放了 这条地铁跟中国一样 开始都是这个七八公里六七公里的这个路程 只有短短的6.5公里 虽然它是在黑暗的地下 凭借着煤油灯来照明的 虽然它还是这种木制的车厢 连个顶棚都没有 有点像那种大型的运煤矿的运输车 但是即便如此 首班列车上的绅士淑女们还是非常开心 他们坐在一个肩膀以上的部分 全部暴露在外的环境当中 但是每到一站 人们都会脱帽欢呼 以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 当天有多达四万多名的伦敦市民 在全部的七个站点等待着 感受着这样的一个新鲜的事物 这个场面也被记录下来 在贝克街的壁画上 直到今天如果您去那的话 都能够看到 上面就写着大都会线的身影 在贝克街车站有一个同志的名牌 上面就写着 此月台系1863年 世界第一条地铁的一部分 特此证明 那今天我们的背景就用的是 贝克街的地铁站 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100多年的这种历史的恢弘 尽管出生的地铁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 比如我们说蒸汽机 它排出的这个水蒸汽很多 还有燃烧产生的烟雾 有浓烟滚滚的感觉 但它的出现呢 还是能够解决困扰伦敦人的这个出勤的问题 它的发车频率呢 是每15分钟有一班 在高峰期呢 会密集到每10分钟有一班 当时的报纸报道说 这条线路呢 只需要用大约15分钟 就可以把人们送到伦敦金融城 这让之前的通勤人 节省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所以仅仅是第一年 伦敦的地铁呢 就运送了有将近1000万人次的乘客 按照当时伦敦的人口来计算 平均每人每年乘坐地铁的次数 多达6次以上 1868年有一篇报道说 地铁线路的修建 不但令英国 更是令全世界都感到震惊 大都会地铁的这个收入呢 每周每公里不低于1000英镑 之前大家担心会很贵 没有人坐的现象 根本就没有发生 而这个收入呢 居然对于当时的英国的 这个整个铁路干线来说呢 是他们收入的12倍之多 还有一点令人称奇的 是伦敦的首条地铁在运行当中 保持着一个非常惊人的可靠性 他只在1863年2月17号 有一段地铁离开车站 后来转到一个错误的轨道上 跟对面的列车相撞了 但是当时因为车速很慢嘛 所以只有几名乘客受了一个轻伤 然后10天之后 同一个地点又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这次是造成了30人受伤 而大部分乘客呢都获得了20英镑的赔偿 除了这两次的事件之外呢 之后就一直保持着这个安全运行的状况 所以尽管存在这些小小的意外 但是伦敦的市民还是毫无保留的 拥抱了这样的一个新生事物 拥抱了他们这个六公里长的地铁 而且人们没有忘记 最先有地铁概念的这个设计者 查尔斯皮尔逊 非常遗憾的是 皮尔逊先生呢 他是在1862年9月去世的 所以他没有亲眼看到大都会铁路的这个开通 但是他把一生当中的这样的时间和精力 完全是坚持不懈的放到了实现地铁的梦想上 所以后来为了感谢他 他的遗孀呢 获得了地铁公司提供的每年年金250英镑的这样的一个钱 在那个年代算得上是非常高的一个抚恤金了 从1863年第一条地铁获得成功开始 尝到甜头的伦敦人就想着 嗯我们可以开始修第二条地铁了 看起来蛮好用的 所以在同一年 我们说的第一条线路的这个首席工程师 约翰福勒呢 他又提出了伦敦地铁线的这个建设 之前是一段直线 现在呢要发展环线了 所以四年之后 环线铁路也投入到了建设 到1884年就完工了 有了直线又有了环线 地铁就成为了伦敦交通系统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且随着这个线路的建成 很多新的居住区和购物中心 也都在这个地铁站点的周边 快速的建设起来了 再到今天 伦敦地铁已经成最初的只有7个车站 扩展到了11条线路 一共有272个车站 而里程数已经超过了408公里 每天他们承载了客流超过了300万人次 而伦敦地铁就像我们看到了一样 它已经成为了全世界最繁忙和最复杂的线路之一 我们在上期和大家讲了北京地铁 广州地铁建设初期 当时的理念都是平占结合 就是考虑战备的需求 平时做运输战备的时候 要做这个人房的功能 但是其实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几十年的时间里 中国没有被侵略过 也没有被攻击过 所以人房的这个部分完全是没有用到的 有趣的是英国正好相反 起初官方规定 这个地铁站是禁止被用作公共防空洞的 但是没想到战火的到来 躲到地铁里还没办法 真的成为最安全的选择了 时间来到了1917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德国空袭 伦敦居民没办法就涌入到地铁里 因为这儿是最安全的地方 躲避战火 虽然官方开始是以禁止的态度不让的 但是面对空袭 手无寸铁的百姓没有地方可去 只有钻到地铁里 所以开始的聚集活动是民众自发的 他们在末班车停止运行之后 就开始涌向站台 慢慢的就人满为患 再到车站关闭之后 大家就没地方去 就躲在那儿 任何可以躺的地方 都会用作他们睡觉的床铺 虽然这儿的这个饮用水非常短缺 也没有洗手间 卫生条件也非常的这个堪忧 但是没办法 人越来越多 政府只能说 那我们就解除这个禁令吧 所以几周之后呢 地铁禁止避难的这个禁令 在首相邱吉尔的亲自干预之下 就解除了 伦敦的交通局组织了 专门的这个地铁的避难系统 他们在车站的月台上呢 安装了临时的床铺 还有洗手间 还有由红十字会和圣约翰的救护队 志愿者专门来经营的一个医疗的站点 在整个的战争年代 从一战开始 还有在二战时期 伦敦的地下交通线 都成为了临时的军事指挥中心 还有工厂 还有医院 以及市民的这个庇护所 每天他们保护着 数以万计的市民的生命安全 最多的时候 曾经容纳过17万多人 到了1940年 伦敦的地铁站的站台呢 所有的床位都铺满了 甚至需要买票预定 才能够在这睡上一届 大家记得电影《混沌蓝桥》里面 这个菲文林演的这个玛雅和Roy 他们就是在这个滑铁炉战 躲空袭的时候见面的 而历史上像丘吉尔呢 他也曾经在地铁当中 在维持这个战时的工作 在那还办过工 好走出战争之后呢 地铁再次迎来了蓬勃的发展时期 伦敦作为拥有全世界最早地铁线路的这个城市 他们是非常引以为傲的 除了现在我们看到 四通八达的这个交通网络之外 他们还有很多自己的特色 比如那个非常深邃迷人的 标准伦敦腔的广播音 Marnida Gap 那位男士现在已经去世了 但是还有很多的纪念活动 就他录的这个音 现在呢 伦敦的地铁已经成为了 英国的文化的一个纪念 那这些呢 现在已经被经营成了 英国的文化品牌了 无论是关于英国的一些小纪念品 伴手里你去到伦敦到处都可以买到 或者是旅游广告上 都可以看到我们像这个红白 还有蓝色相间的这样的一个圆形的标识 因为它跟英国的国旗的颜色是一样的嘛 所以英国的双层巴士 还有地铁的标识 是他们最经典的一个文化符号 甚至一些著名的车站 也成为了游客到伦敦之行的打卡点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 国王十字车站Kings Cross 如果是看过电影哈利波特的朋友 一定会太熟悉了 电影里面通往这个霍格沃兹魔法学校的火车 就是从这个国王十字站出发的 而且如果大家去这旅游的话 还可以找到大名鼎鼎的 九右四分之三的月台 国王十字站专门为了迎合广大的电影迷 和旅游爱好者到伦敦去 作为一个景点 还设置了这样的一个地方 可以拍照去留念的 今年是伦敦的地铁建成160周年 所以在当地举行了很多 别开生命的一些庆祝和纪念的活动 像我们今天的背景 是非常古老的贝克街车站 在这个车站的地铁通道的墙壁上 有刻着很多记录历史典故和文化背景的壁画 那么这些都讲述着伦敦的历史和曾经的辉煌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觉得大家不妨去感受一下 普通的一个天天出入的地铁 它能够承载什么样的一些文化内涵和美丽 从靠双脚的行走 我们穿梭在城市里 到后来的马车问世 再到我们讲的火车地铁 甚至是现在越来越普及的飞机的出行 如今我们的生活因为科技的进步 而变得日新月异 可以达到一日千里 要感谢这些交通工具的出现 更要感谢那些为了让交通工具能够出现 而充满着智慧的前人们 有时候我就在想 未来我们的交通工具会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如何能够做到一日千里一日万里呢 可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飞上蓝天去探索宇宙 或者是潜入水下去探秘海底 我相信我们可以用一种拭目以待 拥抱未知明天的心情去等待着新的发现吧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如果您对某个国家某个城市的某段地铁 有什么特殊的感觉的话 或者想给我们推荐的话 都欢迎大家在YouTube的下方留言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我们下周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